这期继续讲职员第140篇,陈兴离去后,区里的一众干部才长出了口气,区委书记柳承贵直接将廖将军拎到面前来,将军,我问你,陈市长怎么到这里来了? 柳书记,我也不知道啊,我自己都是被那曾主任给喊过来的,陈市长早就在了,不知道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临水镇。 廖将军也是苦笑道,今天这事,要说最提心吊胆的就是他,就怕会这件事会牵连到他。 奇了怪了,今天也没接到陈市长要到区里来调研考察的通知,陈市长怎么就突然出现在临水镇了? 柳承贵嘀咕道,承贵书记,会不会是陈市长是私下来走访? 林三明说道,也只有这个可能了。 哎,瞧这都啥破事,陈市长难得下来一次,这种事偏被他碰到。 柳承贵摇了摇头,今天这种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往小了说,就是个意外事故。 砸死几个人的事,往大了说,那就是可能会引起民变,但甭管是大事小,被上头的领导碰个正着,那就再小的事都能变成大事了。 陈兴一行回到市里时,已经快三点,没急着回市政府,而是先随便找了个地方吃饭。 中午饭都没吃得几人,都饿得前胸贴后背。 吃完饭才回到市政府,陈兴屁股还没坐热,林玉培敲了敲门,就走了进来。 林助理,有事?陈兴抬头看了林玉培一眼。 陈市长,您这外出考察也没安排我跟着,人家想跟在您身边多学习和聆听教诲,您也不给机会吗? 林玉培宛若撒娇地说着,她刚进来,确定走廊外没人,所以,此时说话也显得尤为娇媚。 我今天的行程,都没安排外出考察,谁跟你说,我是出去考察了? 陈兴看着眼前这个风姿绰约的少妇,无奈不已,身旁放着这么一个市长助理,又不能随随便便打发,陈兴真的是头疼。 你要不是出去考察,怎么会带增主任?林玉培微微一笑,那看向陈兴的眼神,宛若再说你就别撒谎了。 陈兴撇了撇嘴,却也是懒得多解释,道, 林助理过来,不会只是为了这事吧?那当然不是,陈市长,晚上能邀请你共进晚餐吗? 林玉培目光灼灼地看着陈兴,晚上,陈兴疑惑地看着林玉培。 是的,我到南州市来工作,又是重归陈市长领导,不论是以前的老交情还是现在新的上下级关系,我觉得我都该请陈市长吃顿饭。 林玉培认真道,林助理客气了,这吃饭我看久。 陈市长,您不会连我这样一个小小的请求都不答应吧? 林玉培听到陈兴要拒绝,赶紧打断齐话。 陈兴看了看眼前的林玉培,眉头微皱了一下,这要是不答应,估计眼前这女人还不知道要磨多久。 陈市长,您倒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林玉培娇撑着,说着话,从办公桌边上绕了过来。 晚上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安排。 陈兴见林玉培走过来,直接站了起来,让这女人粘上来,等下还不知道做出什么暧昧的动作来,陈兴一点也不怀疑林玉培敢那么做。 这个女人现在给她的感觉胆大得很,陈兴甚至寻思着当初林玉培在高教司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勾搭上王荣妍,然后当上了办公室副主任。 陈市长,晚上有没有别的安排,你自己会不清楚?你就别敷衍。 林玉培话还没完,门口敲门声响起,陈兴转头一看是曾平,当时就笑道,曾主任,进来。 陈兴显然是八步的这时候有人进来,曾平来得正是时候,林玉培看到有人来了,脸上端得是瞬间又变得一本正经起来,朝曾平微微笑着点头,随即又对陈兴道,陈市长,那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陈兴挥了挥手,按道这女人演戏的功夫也是一等一的。 曾平没注意到林玉培有啥意样,她这个新上任的办公室主任对林玉培还一点不了解,自是不会过分去猜测什么,将手头两份资料先后放到陈兴办公桌上,说道, 市长,这是我在环保局工作期间,整理出来的小时评所有的污染企业名单,其中又划分为了重度污染,中度污染,轻度污染几个级别,还有,这是全南区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资料。 陈兴闻言,点了点头,这些资料她并没交代曾平,但曾平都自己准备好,又将全南区的资料整理出来,显然是要让她有个对比和参照,对于曾平工作的细心。 陈兴无疑很是满意,拿起资料大致看了下,陈兴只减重点的浏览,看到小时评竟占到了全南区国民生产总值的10%时,陈兴神色终于有些动容。 叹了一口气道,小时评那一片企业每年能为全南区贡献60亿的产值,也难怪区里不愿意动这么一块污染重灾区了,宁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可不是吗?就拿那酒夜造纸厂来说,他们主要生产包装箱用纸,年产量达4万多吨,年产值好几亿,每年能为全南区贡献近2000万的利税收入,是区里的纳税大户。 你说这种企业,区里舍得关停他们吗?当成宝贝疙瘩护着都还来不及呢? 曾平无奈地摇头说道,那造纸厂我去过两次,都是以前周边村民们直接闹到市里来的时候,市里只是我们环保局进行挂牌督办事。 我们局里都有去对厂子进行检查,让他们停产整顿,但不用过几天,他们就有恢复生产,因为有区里护着他们,我们拿他们根本也没办法。 这么大一家造纸厂,他们的环保设施就一直不达标。 陈兴皱着眉头,从来就没达标过,国家环保总局十年前制定的硬性指标,他们就一直达不到。 他们的环保设备都是老设备,根本达不到正常的排污标准。 污水、废气、烟尘统统都没达标,这些在我们局里都有备案。 曾平颇为气愤,他还记得那家造纸厂老板指着自己鼻子叫嚣的场景,不过此时他无疑不可能在陈兴面前提这种旧事。 难保不会让陈兴认为他专门提这家造纸厂是要公报私仇,言多必失。 这是曾平在官场私混了近三十年一直坚信的一句话,此时他也只说工作该说的话。 你之前说市里都办过,为什么他们还能照常生产? 陈兴疑惑道,他知道曾平说的都办是自己到任之前的事。 市里都办过,他们也确实停产了,但都只是十天半个月的事。 后来他们又采用欺骗手段上报市里说已经整顿合格,所以这家厂也就一直在生产了。 曾平摇头道,你这个环保局局长既然知道,为什么没采取措施? 陈兴转头看着曾平,市长,你也知道,我只是个环保局长啊。 曾平苦笑,这句话道出了太多的无奈,他不是市长,也不是市委书记,只是个小小的环保局长,人家区里的领导都可以不秒他。 陈兴一愣,看了曾平一眼,微点着头,他能理解曾平的无奈,这样一家区里的利税大户。 区里愿意帮其遮掩,不愿意真让其关停,市里的领导又不可能亲自去盯着这么一家企业。 下面想瞒天过海,实在是再简单不过。 而且,就算是市里的人,也不见得就想真的动真格。 毕竟是一家规模不小的企业,在这么一个经济挂帅的年代,一个企业贡献的经济产值和上缴的利税,无疑才是大多数领导首要考虑的。 陈兴拿着曾平列出的企业名单看了一下,小时平向酒夜造纸厂,这样的重度污染企业并不值一家,说那里是南州市的污染重灾区,一点也不为过。 今天咱们没去城,这两天还是得安排个时间去实地走访一下。 陈兴说道,今天也幸好是直接回来了,要不然让区里的人知道咱们是奔着小时平区的,说不定又帮忙开始打掩护了。 曾平笑了笑,小时平周边的村民都编出了顺口溜了,正起配合好默契,是那环保如放屁,有人检查就停机,前脚一走就放毒气。 这顺口溜边的不怎么样,却是道出老百姓对咱们政府的怨气啊。 陈兴摇了摇头,周边村庄被污染严重,老百姓生活在那种环境,怨声再到也是正常的,我看长辞以往下去,那里会有第二个癌症村出现。 曾平点头附和着陈兴的话,说到癌症村,陈兴脸色显得尤为沉重,企业排污倒是爽了,省钱又省市,但给环境造成的污染却是无法挽回,而市里付出的代价同样不少。 安排财政资金统一给癌症村的人治病,再加上搬迁村庄,建设安置房,这一笔笔资金投入下去,并不在少数。 市里本可以不用去管这些事,起码他的前一任就没去过问这些,也没有花那些在其他干部看来可能是没必要花的钱, 但陈兴身为市长,却是坐不到不管不顾,他既然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就始终牢记着自己是人民的市长。 若说个人私生活,他或许有愧于当一个干部,但若说公事,陈兴无愧于心。 这件事你来安排,看一下这两三天的日程安排,挤出一个时间去。 陈兴沉默了一下,说道。 好。 曾平点了点头。 临近傍晚,陈兴处理完了手伤的事情,看了下时间,生怕林玉培再过来的陈兴, 却是提前几分钟就离开了办公室。 何丽的咖啡店还在重新装修,楼上的住所也没再去住。 两人干脆住在了之前买的一套房子,陈兴问清了小区地址后便来到了这里, 晚上来何丽这里吃晚饭。 找到两人所说的住处,何丽过来给陈兴开的门, 陈兴还是头一次来到这里,建房子也收拾得十分整齐干净, 不由地笑道,这女人就是都比较爱干净。 你们都没来住这里,还一直收拾得这么干净。 请人打扫的,我们俩可没那个命打扫这么大一套房子。 何丽翻了翻白眼, 陆明那边还没消息吗? 陈兴走到沙发上坐下,随口问道。 还没呢,也不知道是哪些天杀的故意跟我过不去, 我这都没得罪傻人。 何丽很是郁闷地说着, 这是确实比较邪乎, 无缘无故就豁从天降, 不过你也别耿耿于怀了, 人没受伤比啥都好。 陈兴笑着安慰, 陆明那边肯定会帮你们追查的, 有结果会及时通知你们。 也只能这样了, 不能还能如何。 何丽摇头笑笑, 我就担心等我这一装修好再营业, 这帮王八蛋又来砸电了。 那应该不至于吧。 陈兴一愣, 道,如果真是那样, 那就说明是你得罪人了, 人家还跟你杠上了。 我是想不出我得罪谁了, 反正这事就是怪异得紧。 何丽一脸无奈, 算了,不说这事了, 扫兴, 难得你主动说要过来, 还算有点良心。 昨晚确实有事, 临时接到一条短信, 去见一个人。 陈兴笑道, 你不是说晚上要让我 见识一下你的厨艺吗? 怎么在厨房忙活得只有厨姐, 你反倒清闲得很了。 厨姐那是上的厅堂下的厨房, 和立嘴角一扬, 我倒是想下厨呢, 可是厨姐说怕我做出来的不能吃, 瞧,就让我一边待着了。 哟, 何丽, 你自个儿要偷懒, 还好意思说是我让你在一边待着。 楚容笑着从厨房里探头出来, 陈兴在客厅里坐着的时候, 浑然没有注意到, 刚刚在他坐电梯上来时, 有个青年男子, 同他坐着同一部电梯上来, 并且在同一楼层从电梯出来。 男子洋装着, 走到楼层其他房门找人, 在确定陈兴是进入何丽所在那一套时, 男子这才又迅速下楼。 楼下, 陈大飞静静地坐在一辆车子里, 男子出来时, 上了同一辆车, 兴奋道, 陈哥, 刚才你说的那人, 确实进入了那805室。 好, 好呀, 不枉老子白手了一天。 陈大飞眼里闪过一丝力气, 张虎, 你知道刚才那人是谁吗? 陈大飞转头看了张虎一眼, 不知道呀, 叫张虎的男子傻愣愣地摇头, 他是谁? 不知道就不用知道了, 你还是专心喝你的酒, 泡你的妞。 陈大飞笑得很是灿烂, 这两千块你拿去。 陈哥, 您这不是瞧不起我吗? 我今天只是干这么一点事, 哪能拿您的钱? 张虎连忙摇头, 让你拿着就拿着, 行了, 今天没事了, 你去喝酒玩女人去吧。 陈大飞不耐烦道, 得, 那我就不跟你陈哥客气了。 张虎笑眯眯地说着, 两眼早就盯着陈大飞手上的钱。 拿了钱下车, 张虎点头哈腰地向陈大飞告辞, 陈大飞看着对方远去, 嘴角不屑地撇撇, 这种废物也就知道喝酒玩女人, 不过废物也有废物的好处, 除了玩, 也不会关心别的。 陈大飞要找的, 就是这种认不认识陈兴, 这堂堂大市长的人, 不过话说回来, 就是普通市民, 除非经常看市里的新闻, 否则又有谁会认得一个市长。 抬头往楼上望着, 陈大飞眼睛眯了起来, 现在是知道陈兴和那叫何丽的女人肯定有关系了, 甚至同时跟那两女人都有关系, 只是眼下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去拍到他想要的照片, 房子里他可进不去, 更不敢靠近, 万一要是被陈兴看到, 事情就糟糕了。 迟疑着, 陈大飞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邓文华打过来的。 小飞, 在哪儿呢? 赶紧过来会所, 晚上从南州大学那边新来几个青春学生妹, 嘿嘿, 乔哥们, 有好处都叫上你。 邓文华猥琐地笑着, 行, 那我马上过去。 陈大飞笑道, 注视着楼上的目光缓缓收回, 陈大飞琢磨着, 反正今天的目的也已经达到, 接下来的事情再慢慢想办法, 也没办法急于一时, 邓文华那边, 还得照样陪着对方吃喝玩乐, 邓家的大腿, 显然要抱得紧紧的。 而且, 邓文华也是他利用的重要对象。 危险, 一点一点地向陈兴靠近着, 陈兴浑然没有察觉。 一日, 市长办公室, 全南区区长林三明和区政法委书记曾志源, 区公安分局局长廖将军三人一起来到陈兴, 的办公室, 就昨天想识村刘家花港市场事件的后续处理来向陈兴汇报。 正如同区长林三明所说, 特殊情况下, 特事特办, 从严从重从快处分, 林水镇党委书记, 镇长等相关领导都被给予党内计大过处分, 林水镇派出所所长江小明被停职调查, 派出所副所长刘长旺被开除公职, 并且移交司法机关, 涉事几个正式民警被予以开除处分, 并先处以治安拘留, 涉事协警, 一律清退, 但凡是经过调查证实参与打骂工人的, 将进一步拘留, 至于工厂老板刘长元, 已经被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正在对其进行进一步调查。 林三明代表区里向陈兴做了相关处分的具体汇报, 将处分情况详细汇报完后, 林三明看着陈兴, 那一丝再明白不过, 等着陈兴做指示, 陈兴要是不满意, 那他们还得重新回去研究, 无疑, 林三明也并不希望再折腾, 眼下的处分, 已经方方面面都考虑了, 陈兴没有说话, 具体的处分交给区里, 陈兴并不想直接插手, 眼下, 林三明所汇报的, 陈兴谈不上满意和不满意, 全南区对此事的后续处理, 只能说是重规重矩, 也让他挑不出毛病, 况且对工厂老板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林三明代表全南区在事后发第二天就来向他汇报, 这个态度已经无可挑剔。 享食村盛产花岗时, 村里的花岗食厂还有不少, 做工作要举一反三, 现在只是刘家的厂子出事, 不见得其他厂子就没问题, 你们区里应该对其他厂子也展开一次安全调查, 尽量避免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陈兴沉默了一下后, 说道, 市长, 您放心, 今天区里已经组织公安、 工商、 消防、 卫生等几部门对享食村的花岗食厂进行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 不仅如此, 未来几天, 也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林三明正重道, 好, 这倒是做得不错。 陈兴满意地点头。 林三明见陈兴脸上终于露出了些许笑容, 心里也稍稍放心了下来。 后续的调查, 但凡是有责任的干部, 也应该一并从严处理。 陈兴再次说了一句, 市长放心, 我们区里一定会严查, 绝不会姑息包庇。 林三明再次做着保证, 脸上隐隐有了些喜色, 陈兴这么说, 那就是对区里现在的处理持默许态度了。 陈兴微微点头, 随即又关切地问道, 死者家属的赔偿问题呢? 我们按照死者家属的要求, 勒令那刘迦给予赔偿, 同时对其他工人也有相应的安抚。 林三明正色道, 陈兴见死者家属也都得到了赔偿, 也终于放心地点头。 陈兴继续埋头看着文件, 林三明同曾志源和廖将军两人交换了个眼神, 陈兴这是要送客的意思了。 已经圆满完成此行任务的他们, 也站了起来, 陈市长, 那我们就不打扰民工作了。 陈兴点了点头, 林三明等人见状, 识去地从陈兴办公室离开, 今天过来的曾志源和廖将军都没派上用场, 林三明本是担心陈兴会发问, 所以将曾志源和廖将军都拉了过来, 没想到陈兴倒是不多问, 不过这样也好, 起码啥事没有。 林三明等人刚离开, 曾萍就走了进来, 笑道, 市长, 全南区对昨天工厂事件处理得如何? 还算靠谱。 陈兴笑了笑, 市长, 后天没有外出行程, 要不就后天再到小石瓶走一趟。 曾萍征询着陈兴的意思, 她近来主要是为了这事。 也可以。 陈兴点了点头, 对了, 林助理这两天的工作如何? 陈兴对林玉培这个女人显然是有点不放心, 今天她好像是会同市卫生局的人到市医院去调研了。 曾萍说道, 是吗? 陈兴不动声色地点头, 按道这女人进入工作角色倒是快。 两人正说着话, 陈兴的手机响了起来, 曾萍见状, 知趣地离开。 电话是张明打来的, 陈兴看到后一愣, 心想难得张明给她打电话, 估摸着是为了李小莹这个女人。 大哥,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不成, 难得给我打电话。 陈兴接起电话, 笑道, 就是难得给你打电话, 所以我特地来南州看你了。 张明在电话那头笑了起来, 你来南州了? 陈兴危证, 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我看不是来看我的, 是来看你的小情人吧? 去去, 这不都顺便吗? 都一个意思。 张明嘿嘿笑着, 大哥, 那你现在到南州了? 到了, 刚下飞机。 那行, 我去机场接你。 不必了, 你这个大市长, 我就不劳烦你了, 你忙你的, 待会我到了市里, 中午一起吃饭。 那好, 等你到了再联系。 挂掉电话, 陈兴摇头笑笑, 他印象中, 从他到南州担任市长后, 这大舅子, 还是头一次到南州, 果真还是女人的魅力大。 临近中午, 陈兴接到张明的电话后, 才从办公室出来, 路过李小莹所在的办公室门口, 陈兴往里张望了一眼, 早已没看到李小莹的身影, 陈兴琢磨着对方指不定上午早就请假离开了。 来到张明所在的南州大酒店, 包厢里, 张明和李小莹两人都在, 看到陈兴进来, 李小莹立刻站了起来, 陈兴笑着摆了摆手, 这里没外人, 李小姐, 你就不用多理了。 陈兴, 小莹工作还行吧? 张明笑着问道, 还行, 能力很不错。 陈兴瞥了李小莹一眼, 李小莹的综合素质, 无疑让她刮目相看。 那不是废话吗? 也不看看是什么学校出来的。 精大的硕士研究生, 你以为是街上的大白菜, 随处可见呀。 张明见自己的小情人获得肯定, 脸上也满是笑容。 张哥, 你就别说这种让人见笑的话了, 现在这研究生还不到处都是, 没什么特别的。 李小莹摇着头, 研究生是很多, 但是精大的研究生还是比较值钱的。 张明笑了笑, 你也别妄自菲薄, 看你张哥没个正经, 就以为我肚子里没点真材实料是不是? 我告诉你, 想当初你张哥也是在国外留过学的, 你的能力如何, 当张哥就一点都看不出来。 是是, 我知道张哥最厉害了。 李小莹脸色微红, 张明那双不安分的手在他腰间抹扎着, 这会有陈兴在。 李小莹也不好意思吭声, 只是轻轻按住张明那双作怪的手。 大哥, 你要在南州待几天? 过几天我也要回京城, 要不要一起? 陈兴坐的角度, 没看到张明和李小莹的小动作, 就算是看到了, 他也会装作看不到。 想着过几天就要回京城, 陈兴随口问道, 我不一定, 看情况吧, 没事就多待两天, 和你一起走, 有事的话就得先走。 张明笑道, 怎么, 想回京去看你宝贝儿子了吧? 看孩子是一方面, 还有另一件事, 得到京大去, 我也准备在京大读个研究生, 这次回京得把这事办了, 我爸那边也催得紧。 陈兴笑了笑, 哦, 这事啊, 你是该把学历弄一下了, 现在高学历的官员也都比较吃香。 张明笑着点头, 他知道陈兴口中说的爸 肯定是指其三叔张国华。 陈市长, 您要是到我们京大读研究生, 要不我介绍一个导师给你。 李小莹忍不住插话道, 多事, 陈兴读研究生, 还用得着你介绍导师吗? 张明笑着看了李小莹一眼, 他不用想, 也能猜到三叔张国华, 兴许会给陈兴联系 京大那属于国宝级的刘国定教授, 那可是国策顾问, 经济学界太陡。 陈兴笑着没说什么, 正想问张明, 中午是否还有别的朋友要过来时, 门外响起了争吵声, 只听有人叫骂着, 老子平常就是来这个包厢吃饭, 你不把包厢给老子腾出来, 看老子不抽你。 这位先生, 包厢里已经被其他客人掀定了, 我们没权利把人家请出来, 这也不符合我们酒店的规定。 像是有酒店工作人员的声音在解释着, 老子不管这些, 你不把人请出来也得请, 不请信不信我抽你。 转眼间, 那叫骂声音已经到了门口。 先生, 这真的不符合我们酒店的规定。 妈的, 跟老子废啥话, 老子抽你压的。 响亮的耳光声响起, 陈兴和张明两人面面相去, 听声音应该说的就是他们这个包厢。 这回张明冷笑了一声, 我这刚到南州来, 随便订个豪华包厢吃饭都有麻烦上门, 今天是不是可以去买彩票了? 大哥, 你是不是把人家最豪华的包厢订了? 陈兴打亮着包厢, 话音刚落, 门已经被人推了开来, 一个一脸乖丽的年轻人走了进来, 后边还有几名同伴, 年轻人还没说什么时, 身后的一个中年男子看到陈兴时, 却是面色一愣。 陈兴也有些意外, 目光落在中年男子身上, 陈兴没想到, 吃个饭也会碰到廖东华这个公安局长, 盯着廖东华看了片刻, 陈兴又看向为首那年轻男子, 看廖东华的样子, 是陪着年轻人吃饭。 廖东华显然是没有想到, 这包厢里竟然坐着陈兴, 看着陈兴微微有些愣神。 这包厢平常是我坐的, 你们到别处去吃饭。 为首的年轻人扫了陈兴和张明, 李小莹一眼, 不客气地赶着人, 看到陈兴时, 隐隐感觉陈兴有点眼熟, 但也没去细想, 一下就跳了过去。 目光最后落到张明旁边的李小莹身上时, 眼睛还没有些发亮, 没想到会意外碰到这么一个漂亮女人。 年轻人的话, 终于让廖东华回过神来, 轻咳了一声, 拉了拉身前的年轻人, 小福, 我看咱们还是到大厅去吃饭吧, 也不差这么一顿饭。 年轻人叫廖小福, 省政府秘书长廖全晋的儿子, 廖东华和廖全晋算是同村的本家亲戚, 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那种, 但毕竟是从同一个地方出来的, 又都在体制这个大染缸里摸爬滚打, 就凭这种裙带关系, 也足以让廖全晋对廖东华多加照顾。 廖东华从省政府督察室副主任, 调任南州市政法委书记, 要不是没有廖全晋暗中出力, 廖东华根本坐不到这个位置上, 因为是本家亲戚, 所以论备份, 廖小福还得叫廖东华一声书, 今天是廖东华陪着廖小福, 跟其一个省外商场上的朋友, 一起来吃饭, 所有的包厢都被订光了, 廖小福不想坐大厅, 所以就干脆让酒店服务员, 把他平常经常坐的那间豪华大包厢给腾出来, 这才有了眼前这么一出, 此时廖东华见状上陈兴, 虽然和陈兴不大对路, 但他无疑也不想因这么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 闹出什么事来。 廖叔, 坐大厅那多掉价的事, 咱来这南州大酒店吃饭, 就没坐过大厅吃过饭, 没包厢, 他们也得给我腾出来。 廖小福撇了撇嘴, 看到一旁的酒店工作人员还愣着, 不由地又吼道, 还不赶紧给我把人请出去, 再傻站着信不信我再抽你。 可, 小福, 这是陈市长。 廖东华朝廖小福使着眼色。 陈市长, 廖小福眨巴着眼睛, 愣愣地看着陈兴, 他这会总算是知道刚才怎么会觉得眼熟了, 和这是南州市市长陈兴。 廖小福看着陈兴, 陈兴同样在打量着廖小福, 对方是叫廖东华廖书。 但看廖东华的样子, 明显要让着对方, 陈兴眉头微微一皱。 他知道廖东华是通过什么关系, 调过来担任是政法委书记的, 这会也多少有了猜测。 难道这人就是省政府那位廖秘书长的儿子? 看对方的长相, 倒是有几分廖全尽的影子。 既然是陈市长和朋友在吃饭, 那就算了。 廖小福神色信心, 他还不至于这会还犯魂, 将一个大市长给撵出去。 就算老爸是省政府秘书长, 他也没那个胆子, 此时心里不情愿。 他嘴上还得象征性地道歉一下, 陈市长, 多有冒犯了。 廖小福说着, 掉头就要往外走, 想在带来的朋友面前耍耍威风, 这还真是耍到阴沟里去了。 廖东华这会也歉意地向陈兴笑笑, 跟着往外走。 慢着, 这踢着门闯进来了, 就这样走了。 陈市长是没意见让你们走, 我有说让你们走吗? 张明冷哼了一声。 廖小福等人一正, 转头看向出生的张明时, 廖小福瞪着眼, 盯着张明, 那你是怎么个意思? 你去拿一瓶白酒过来, 度数越高越好。 张明突然指了指酒店的那名工作人员, 道。 那名工作人员一愣, 看了看现场的人, 还是转身去拿了。 廖小福盯着张明看着, 更多的时候, 目光一到陈兴身上, 廖小福不知道张明是什么人, 和陈兴又是什么关系, 这会见陈兴一直静静地坐着, 似乎并不反对张明的举动。 廖小福眉头也紧紧皱了起来。 很快, 酒店的工作人员已经拿了一瓶茅台过来, 放在张明跟前, 小心地解释道, 52度的飞天茅台, 我们酒店度数最高的白酒只有这个。 茅台就茅台吧。 张明抬了抬眼皮子, 把酒打开, 倒满一杯。 工作人员很快就起开了酒瓶, 按照张明的吩咐倒了一杯, 这才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 想走可以, 把这杯酒喝了全当赔罪, 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张明神色淡然。 你说什么? 廖小福怒发冲冠, 险些就当场发飙, 直至看到陈兴静坐在一旁, 廖小福才深吸了口气, 看向陈兴, 陈市长, 这也是你的意思。 这是他个人的意思, 不代表我。 陈兴耸了耸肩, 看了张明一眼, 陈兴并不打算劝说对方什么。 陈市长, 那意思是说这人有什么事, 跟你也没关系了。 廖小福扫了张明一眼, 眼里冒着寒光, 对陈兴他不敢乱来, 对一个不认识的王八蛋, 他还不敢教训对方不成, 敢叫他喝一杯白酒赔罪, 吃了雄心, 抱自胆了。 你要是想这样认为, 也可以。 陈兴微微点头, 陈兴, 我说你不带你这样落井下石的。 张明一听陈兴的话, 笑骂道, 廖小福听到陈兴的话后, 已经想发作, 陈兴都这样说了, 那就别怪他等下教训张明了,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一旁的廖东华已经拉住了他, 朝他微微摇了摇头。 陈市长, 不知道这位是。 廖东华看着张明, 试探道, 笔人姓张? 张明冷笑着。 姓张? 廖东华心里咯噔一下, 张先生是来自京城。 你说对了, 京城张驾。 张明眉毛一扬, 有啥指教吗? 不敢不敢。 廖东华连连摆手, 脸皮子已经抽动了起来, 按道廖小福今天这是够倒霉的, 嘴上已经道, 今天是我们多有冒犯, 还望张先生多多包含。 好说, 包含还不容易, 我刚说了, 把这杯白酒喝了, 全当赔罪, 就当啥事都没发生过。 张明斜瞥了廖小福一眼。 张先生, 您看这么大一杯白酒, 喝下去会出事的。 廖东华苦笑, 他知道廖小福年轻人脾气冲, 也拉不下脸面, 他只能替廖小福站出来打圆场, 就喝一杯白酒还会出事。 张明嘲讨论地看向廖小福, 我说你还有裤裆里那玩意吗? 要是个软弹不举, 就别出来瞎嘚瑟。 螃蟹有四条腿可以横着走, 你有吗? 你中间那第三条腿都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别星号星号星号装逼。 在南州这小嘎啦你当自己是个人物, 真踢到铁板了, 你玩不起。 你星号星号星号说什么? 廖小福怒视着张明, 他显然还没彻底反应过来, 京城张家对他这个父亲 只是省政府秘书长的人来说是什么概念? 小福,别冲动, 快向张先生道歉。 廖东华急道, 赶紧又看向张明, 抱歉抱歉, 年轻人比较冲动, 您别放在心上。 要不这样, 这酒喝半杯, 您看成不? 廖东华看着张明, 眼里更多的是无奈, 今天是廖小福得罪人了, 但他毕竟在场, 要是没站出来, 廖东华不知道回头那廖泉进会不会怪到他头上, 但他是靠着廖泉进这棵大树才走到今天的, 廖东华无疑不能让廖泉进有任何不满, 今天就算是得帮廖小福把这杯酒喝了, 他也得硬着头皮上。 廖东华说着话, 其实在一直看着陈兴, 他一点也不怀疑张明的身份, 陈兴是张家女婿, 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秘密, 张明和陈兴坐在一起, 这身份根本无需质疑, 廖东华此时无非是希望陈兴能出来说句话, 大家同朝为官, 他好歹是个政法委书记, 陈兴总不能这样坐着旁观不适, 怎么, 你要替他喝? 张明冷笑着, 你要自个酒饮上来了想喝酒, 那没关系, 这半杯还是一杯的, 你随便喝, 不过嘛, 他一杯还得照样喝。 廖小福已经忍无可忍, 冲动地要说什么, 廖东华赶忙拉住, 凑近了廖小福耳旁道, 小福, 别乱来, 他是京城张家的人, 连你爸都得罪不起, 你别给你爸惹麻烦。 廖小福一愣, 连自己父亲都惹不起, 这句话总算是犹如一盆冷水从头上泼下来, 脸色阴晴不定地变换着, 廖小福总算是咬了咬牙, 喝就喝。 廖小福说着, 走到桌前拿起酒杯, 一狠心, 闭着眼睛就一口灌了下去。 喝完, 那火辣辣犹如火烧一般的感觉, 从喉咙直接烧到胃里, 廖小福忍着眉坑一声, 二话不说, 就转头往外走, 他认栽了。 廖东华最后朝张明威点着头, 勉强陪着笑, 这才离开, 目光隐隐瞥向了一旁的陈兴, 廖东华面无表情地迅速离去。 陈兴看着廖东华离去的背影, 同样是若有所思, 看廖东华离去的眼神, 指不定他这个旁观者, 无端被对方怨恨上了, 两人原本就不对路, 廖东华会有啥想法也很正常, 此时此刻, 陈兴也在琢磨着, 他是一直希望将陆明扶上市局局长的位置, 甚至让陆明接任政法委书记, 进常委班子。 这廖东华, 如何想办法将他踢走, 还是件不容易的事。 张明看着廖东华几人离去, 这才不屑地撇了撇嘴, 井底的青蛙也赶在他面前蹦的。 陈兴, 这人是什么来历? 张明转头看向陈兴, 陈兴不知道张明具体问的是廖东华还是廖晓福, 道, 那中年男子是市政法委书记廖东华, 那年轻男子, 我倒是不太清楚, 不过我猜应该是省政府秘书长廖泉进的儿子, 不然那廖东华没必要那么护着他。 合着是有一个政府秘书长的老爸, 官倒是不小。 张明冷笑了一声, 我也只是猜测, 并不是百分百肯定。 陈兴摇头笑笑, 大哥, 你这脾气倒是不小。 不是我脾气大, 这都差不多被人踩到脸上来了, 难不成还得好言好语的不成。 张明淡然一笑, 咱不主动惹麻烦, 但也不怕麻烦。 陈兴闻言, 也只是笑笑, 张明有张明的做事方式, 他自是不会多去非议, 不过对方说的话也没错, 不去主动惹麻烦, 但也没必要怕麻烦。 李小莹静静地没有出声, 目光在陈兴和张明脸上看了一下, 最后落到了眼前的桌子上。 眼观鼻鼻关心, 李小莹有种震撼,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张明霸道的一面。 和张明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 李小莹也没经历过这种事, 今天算是头一遭。 对张明这种心好心好的强势做派, 李小莹心里震动莫名, 如果陈兴说得没错, 刚才那年轻人是堂堂省政府秘书长廖泉进的儿子, 最后还是得喝下一杯白酒。 灰溜溜地离去, 就算对方不是廖泉进的儿子, 但刚才那廖东华陪着小心的样子都看在李小莹眼里, 很显然一个京城张家的招牌足够让人害怕, 即便廖东华这样一个人物, 都得陪着笑脸道歉认错。 李小莹不动声色地瞥了张明一眼, 她觉得更该好好把握住, 既然选择投身到体质, 这个靠山, 她无论如何都要抓住。 廖小福从包厢里出来后, 第一时间就跑到了卫生间, 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吐得稀里哗啦, 眼泪都流了出来。 小福, 没事吧? 廖东华走了过来, 帮廖小福轻拍着背, 关切道。 没事。 廖小福漱了口水, 神色阴狠, 老子今天算是灾了。 小福, 可别想着报复的事, 那是张家人, 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 就算是你爸, 都唯恐避之不及。 廖东华慎重地道, 廖叔, 我知道。 廖东华满脸怨恨地点了点头, 廖东华无奈地叹口气, 往外走了出来, 廖小福今天宴请的是一个来自滬海市的朋友。 有一到南州来投资做生意, 廖小福想在朋友面前显摆一下, 最后却是闹了个灰头土脸。 陈兴在酒店吃完午饭, 和张明又聊了一阵后, 看张明对李小莹的那股热呼噬, 陈兴可不想留下来当电灯泡。 回到办公室, 午休了一会, 下午上班, 陈兴刚刚处理完手头一份文件, 就听到政府办那边隐隐传来了几声尖锐的批评声, 陈兴眉头一皱, 仔细听那声音, 不用想都知道是林玉培, 果不其然, 不多时, 曾平就走了进来。 林助理又怎么了? 陈兴轻抚着额头, 隐隐有些头疼。 办公室那个合同工小离下午没来上班, 林助理不知道突然发得哪门子脾气, 说是一个合同工隔三差五请假, 直接辞退得了。 曾平无奈地说着, 他当办公室主任, 萧远庆跟他交接工作的时候, 特地叮嘱过他要对那李小莹多加照顾, 并且隐隐有些暗示。 曾平琢磨着可能是跟陈兴有关, 自是没有多问, 这种事, 心照不宣就行。 此时同陈兴说着, 曾平也暗暗打量着陈兴的神色。 这林助理工作还真是苛刻。 陈兴摇了摇头, 当着曾平的话, 他自是不可能过分地去点评林玉培, 想来想去也就只有一个词来形容。 曾平威点着头, 没有说话, 林玉培再怎么样也是市长助理, 陈兴能说对方。 他这个办公室主任还是时去地闭嘴好, 谨言慎行总没错。 市长, 这小黎上午就提前请假离开, 下午也说不来, 又没说什么事, 那林助理闹起来, 我还真不好解释, 只能跟他说小黎家里有事。 曾平苦笑道, 小黎请假确实有事, 林助理那边, 你就不用管他了, 他的脾气也大点, 之前对小黎可能也有点成见, 女人嘛, 就喜欢揪着一点芝麻绿豆小事不放。 陈兴摆了摆手, 心里端得哭笑不得, 瞧着大舅子过来和小情人约会, 她还得帮忙打掩护。 曾平闻言, 神色微微一动, 暗到了一声果然, 这李小莹的确是在陈兴这里挂了号的人。 肖远庆跟他交接工作时的暗示就明了了, 那李小莹就是陈兴要求关照的人。 此刻在陈兴这里试探得到了证实, 曾平心里也就有了谱。 曾平还带说啥, 林玉培的身影已经出现在门口, 轻轻敲着门, 曾平健壮, 赶紧朝陈兴欠了欠身, 市长, 那我就先去忙了。 曾平是见识到林玉培这人的刻薄了, 可不想被对方记恨上, 他这上了五十岁的半老头子, 得罪不起林玉培这种女人, 林玉培也才不到四十岁, 谁知道将来会不会成为市领导。 曾平做事一向谨小甚微。 林玉培走了进来, 看着曾平出去, 将房门清眼上, 走到陈兴办公桌前, 神色有些可怜, 陈市长, 不会是又有人道你, 这来告状了吧? 还用得着别人道我这告状来吗? 你那声音, 我坐办公室里都能听到。 陈兴看着眼前这个摆出一副楚楚可怜样子的女人, 摇了摇头, 林助理, 你这上任不到几天, 估计这市政府大楼里的人都知道, 你这个市长助理嗓门不小, 又习惯鸡蛋里挑骨头了。 陈市长, 您这是在批评我吗? 林玉培楚楚可怜地望着陈兴, 我这是在说一个事实。 陈兴看了林玉培一眼, 见着女人说着话, 又从办公桌边上绕过来, 陈兴赶紧道, 林助理, 你有事? 陈市长, 瞧您这什么神情, 还怕我把你吃了不成。 林玉培妩媚一笑, 人还是从办公桌边上绕到陈兴身旁了, 俯身下来, 有意无意地贴着陈兴, 陈市长, 我不是负责那是县医疗机构的建设改造工作吗? 这里有一笔建设经费需要批。 林玉培在体制里待了十几年, 无疑很懂得利用自己身为女人的优势, 也很懂得抓住男人猎奇的心态, 她知道就算自己做出一些过火的暧昧举动, 陈兴就算有所不满, 也不可能真正地跟她较真发火, 林玉培认为自己早就看透了男人。 陈兴接过文件, 是市第二医院和市人民医院的新院区建设, 大部分建设经费是医院自筹, 但是财政也要下波近五亿的财政拨款, 大致浏览了一下, 陈兴也很快地签下大字, 两家医院的新院区规划, 陈兴之前都了解过一些, 这是市里升级医疗配套服务, 扩容医疗资源, 是市政府为民办实施的项目之一。 字也签了, 林助理应该没事了吧? 陈兴微微侧仰着头, 瞥了林玉培一眼。 没事了。 林玉培见到陈兴签字了, 眼里也有些喜色, 这算是他这个市长助理分管唯一有点油水的工作, 要不然他这助理都快成摆设了。 林助理没事了, 我这还有一大堆工作。 陈兴指了指桌上的文件, 陈市长每次好像都是巴布地赶紧把我撵走似的。 林玉培微微憋着嘴, 人家正式办完了, 就不能留下来坐一会吗? 调到陈市长身边来工作。 好像我们两个就没有好好续过就吧? 要续就有的是机会, 不差这一时半会。 陈兴摆了摆手。 陈市长, 昨天你这一下班就没了踪影, 晚上总得答应人家一起吃顿饭吧。 林玉培直勾勾地盯着陈兴。 好好, 我晚上一定去。 陈兴无奈地摇头, 这会不答应, 林玉培可能就不会走, 况且, 今天不答应。 明天林玉培可能还会来摩, 干脆就应下了事。 那我晚上就等陈市长准时赴约了。 林玉培闻言, 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就不打扰陈市长工作了, 晚上见。 陈兴看着林玉培离开, 这才撇了撇嘴, 这女人不是一般的奔放, 而且正值虎狼之年。 王荣妍年纪也不小了, 能满足得了这个小妖精。 不过想及两人并不是经常在一起, 林玉培有正儿八经的丈夫, 陈兴还真有点为对方老公悲哀, 也不知道是只戴了一个绿帽子, 还是已经不止一个了。 有时候, 男人娶一个漂亮的老婆, 还真不见得是好事。 晚上, 陈兴来到林玉培所定的酒店, 包厢里, 林玉培早就在等候。 陈兴不知道, 林玉培傍晚是什么时候离开办公室的, 但看林玉培的穿着打扮, 显然是回家经过精心打扮的, 穿着一条天蓝色的极西短裙, 胸口是那种幽形开口的领子, 脖子上挂的一条白色珍珠项链, 很是亮眼。 我还真怕陈市长不来了。 林玉培看到陈兴进来, 脸上的笑容陡然变得妩媚起来。 林助理难不成觉得, 我像一个失信于人的人吗? 陈兴微微一笑, 坐了下来后, 陈兴便道, 待会还有事, 等下吃完饭就得走, 还请林助理见谅。 陈市长, 您这大市长, 真有这么忙吗? 连晚上, 都不能好好有个空闲时间。 林玉培笑容一致, 神情多少有些不乐意。 等你来做了市长, 你就知道忙不忙, 你没看到我桌上那一叠的请柬吗? 每天都是推不完的饭局。 陈兴笑了笑, 我倒是想做市长呢, 可是我没那个本事。 这不, 现在只想跟在陈市长身边 多学习和接受陈市长的教诲, 可惜陈市长都不愿意多指导人家。 林玉培神情娇媚, 瞧瞧, 就连晚上想跟陈市长好好续续旧, 陈市长都巴不得早点走呢。 林助理, 你这可就误会了, 我待会确实有事。 陈兴笑着打哈哈, 知道自己的心思也瞒不过对方, 林玉培多少也看出自己是有一回避她。 不想在这话题上继续说下去, 陈兴很快笑着转移这话题, 笑道, 林助理, 你今晚很漂亮, 特别是那条珍珠项链, 和你这条天蓝色的裙子很搭配, 你这么一穿, 这气质一下就出来了。 是吗? 陈市长也对衣着搭配有研究吗? 林玉培眼嘴轻笑, 笑容却是格外愉悦, 女为乐极褶容, 也没有女人会不喜欢被人称赞自己的美丽和漂亮, 特别是眼前这称赞的人是陈兴, 林玉培无疑更加高兴, 这条珍珠项链就是王荣妍送给她的那条, 林玉培倒是爱不释手, 要不是平时戴着显得有些招摇, 不符合她现在的干部身份, 林玉培都巴布得天天戴上, 今晚是特地打扮过后才戴上的。 我是没什么研究, 只不过是眼睛看了觉得好看, 就实话实说罢了。 陈兴笑道, 可我听陈兴点评起来一板一眼的呢? 林玉培娇笑道, 点了几个酒店的特色菜, 林玉培等服务员将菜都上齐后, 起身走去匠门关上。 陈市长, 你说我是不是得先敬你一杯, 咱们可是从你离开高教司就没喝过酒了吧? 林玉培给两人倒着酒, 看着陈兴笑道, 那是该喝一杯, 不过也别倒太多了。 陈兴见林玉培要将酒倒满, 赶紧制止, 喝酒误事, 特别是孤男寡女一起, 陈兴可不想等下被灌醉。 我才来市政府几天, 可是听说陈市长酒量不错的, 和那些投资商喝酒, 从来都是海量。 林玉培瞥了陈兴一眼, 那些都是下面人瞎说, 这机关里瞎传的话, 你觉得能信吗? 陈兴淡然笑道, 他的酒量是不错, 但那也是用在该用的时候。 好了, 陈市长不想多喝, 那我也不勉强你了, 我敬你一杯就好。 林玉培微笑着端起酒杯, 陈市长, 干杯。 陈兴微微点头, 举杯示意着, 精敏了一口酒。 陈市长, 我看您好像对那李小盈颇为照顾。 林玉培将酒杯放下, 突然笑道。 陈兴一愣, 没想到林玉培会突然来这么一句, 有些意外。 谈不上什么照顾, 办公室的人成天进进出出的, 我都有点印象。 李小盈这人是精大的硕士研究生, 我印象就深刻点, 很有能力的一个人。 陈兴不动声色地笑道, 心里暗自为女人的直觉惊讶。 办公室里的人可没人知道 李小盈是她让安排进来的, 这林玉培刚来就有所察觉, 难道女人还真有第六感一说? 没想到陈市长您对她还挺关注的, 只是一个普通的合同工, 陈市长都知道她的能力出不出众。 林玉培撇了撇嘴, 只是随口一提的她, 显然也不想在这种时候 多提一个让她有些不爽的女人来扫兴, 兴许是女人的极度心。 林玉培内心里就是莫名地对比她年轻 而又漂亮的李小盈有些敌意。 嘴上说着话, 林玉培已经不着痕迹地坐到陈兴身边来, 陈市长, 后天市第一医院的新住院大楼 就要举行竣工典礼了, 您要出席吗? 你和佟副市长出席就行了。 陈兴看着坐过来的林玉培说道, 她口中的佟副市长正是分管工商, 卫生等领域工作的副市长佟正凯。 林玉培闻言, 眼里闪过一丝失望, 不过也没再说什么, 笑道, 陈市长, 真的不再多喝点酒。 不了, 待会还有事。 陈兴摇了摇头, 眉头微醋了一下, 林玉培身上那有些厚重的香水味飘了过来, 对方的身子已经和她紧挨在一起, 陈兴不着痕迹地抬起手臂, 轻咳一声, 林助理, 你和老领导王荣妍应该是经常联系吧, 晚上怎么就叫老领导一起过来, 大家都共事过, 一起也热闹不适。 林玉培脸色微微一僵, 目光在陈兴脸上定住, 林玉培不知道陈兴是不是故意提的王荣妍, 但很显然, 这会正是暧昧的时候, 陈兴突然提王荣妍, 着实让她神色有些不自在, 要是让王荣妍知道她存了勾搭陈兴的心思来着, 那对现在的她来说, 可就是得不偿失, 她还想靠着王荣妍将她这个市长助理的级别 顺理成章地提到父庭。 陈市长, 好端端地提她做什么, 晚上就咱们两个好好续续旧, 下次要请她的话, 再另外约个时间, 反正大家都在南州, 机会很多不是。 林玉培笑道, 择日不如撞日, 要不我现在就给她打个电话, 我想她应该会很乐意过来。 陈兴笑着做事拿出手机, 别别, 陈市长, 林玉培脸色一级, 见陈兴笑容有些不同寻常, 林玉培尴尬地笑笑, 陈市长, 我是想咱们要请老领导, 改天再专门请, 大家一起出来叙叙旧, 今晚就算了。 哦, 是这样啊, 我看林助理的样子有点奇怪,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陈兴笑道, 没啥事情, 陈市长想多了。 林玉培不自然地笑了笑, 无奈地给了陈兴一个忧怨的眼神, 陈市长, 你有没有觉得你好不解风情? 陈兴嘴角撇了撇, 她不是不解风情, 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她压根就不想跟林玉培有什么瓜葛, 况且, 依林玉培这女人的性子, 两人真要发生点什么? 陈兴也担心对方会给自己惹出点啥麻烦来。 沉默间, 陈兴的手机响了起来, 看了下号码, 陈兴危证了一下。 武刚, 两人各自都挺忙, 可是挺久没联系了。 陈兴, 你听说了吗? 曾静的丈夫去世了。 武刚在电话里说道, 她老公去世了。 怎么回事? 陈兴愣住, 听说是办案的时候, 阴工殉职吧, 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也还了解不太清楚。 我现在正敢往事里, 不管怎么说, 大家当时关系那么好, 她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又是在江城, 要是不去看看, 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武刚说道, 阴工殉职吗? 陈兴难难自语, 她对曾静的老公还有印象, 短寸头, 肤色有黑, 形象硬朗, 没想到英年早逝。 我现在听说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想着你和曾静关系不也很好吗? 就先打电话通知你一下。 武刚道, 好, 武刚, 谢谢你了, 回头我自己给她打个电话。 陈兴点头道, 咱俩还客气什么? 陈兴, 那就先这样了, 我现在在路上, 先到市里去。 武刚笑道, 他现在能当上江城下辖的开源县县长, 还是托了陈兴的福, 对陈兴, 自是当成兄弟一样。 挂掉电话, 陈兴心情也有些沉重, 昔日还在给周明方当秘书时, 去省委党校学习。 他和曾静, 武刚三人关系最好, 这些年, 大家也都还算顺顺利利。 曾静一直当着公安分局局长, 除了一直受那林刚的儿子林茂骚扰外, 其他还好。 而其丈夫也是个优秀的刑警, 家庭幸福, 没想到竟会出这种变故, 想着曾静的丈夫去世。 林茂那王八高子仗着父亲是江海省厅的常务副厅长, 知道曾静成了失去丈夫后, 对曾静的骚扰恐怕会更加肆无忌惮, 陈兴也暗自为曾静担心。 车水马龙的公路, 陈兴和曾平, 包括秘书和司机一行四人, 再次坐车往小时平而去, 后天就要回京城的陈兴, 再次安排了时间到小时平实地查访。 坐在车上, 陈兴略显沉默, 昨晚和林玉培吃完饭后, 陈兴回去就给曾静打了电话, 毕竟是刑警出身, 曾静无疑有着普通女子没有的坚强。 在电话里, 陈兴可以感觉到曾静那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悲痛, 但曾静始终没有表现出哭哭啼啼的一面。 陈兴叹了口气, 他其实很想安慰曾静大哭出来, 或许会好些, 起码能发泄一些悲痛的情绪。 但曾静那种性格, 陈兴知道曾静不会当着外人的面大哭, 最终除了说些安慰的话, 陈兴也没多说什么, 昨晚大概问了一下, 知道其丈夫蒋毅的葬礼可能不会那么快举行, 因为市局要给蒋毅办追悼会, 可能会在五六天后, 陈兴已经打算到时一定要抽时间过去, 只不过电话里并没有同曾静说。 坐在车里, 看着窗外那随着车子快速前进, 而向后消逝在视线里的景观, 陈兴有所感慨, 人一声不长, 时刻都在往前走着, 过去的日子就如同那消逝的景观, 终归是陈归陈, 土归土, 逝者已已, 生者, 终归是要往前看。 市长, 看你好像心绪不宁的。 曾平和陈兴坐在后座, 忍不住出声问了一句, 没什么。 陈兴摇了摇头, 抬手看了下时间, 从市区到小时平, 约莫一个小时的路程, 这会已经快到了。 今天从办公室出来, 还碰到林玉培, 陈兴并没有打算带对方。 这女人, 陈兴只担心对方大嘴巴藏不住话, 到小时平去实地查访, 陈兴是要重点整治这一片污染重灾区, 要是带林玉培过去, 难保林玉培回来, 就在私下里说开了。 对这么一个很会卖弄风情的女人, 陈兴无疑很是头疼。 车子抵达小时平时, 已经来过小时平几次的曾平熟门熟路的, 给林勇指着路。 车子在之前曾平说的那家酒夜造纸厂不远处的路口停车, 曾平建议步行过去。 市长, 看到没有, 这一整片, 企业加起来, 不下三四十家, 从规模大到规模小的都有。 他们排放的废水废气, 可以说是全部不达标的。 下车后, 曾平带着路, 边走边给陈兴介绍着, 一眼望过去, 都是工厂。 而且因为这里聚集了不少企业, 流动人口也很多, 来来往往的人和车子都不少。 几十家企业, 基本都是违规排污, 区里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不知道脑袋里是怎么想的。 陈兴沉着脸, 脸色并不好看, 不过气话归气话, 陈兴终究是知道, 区里看中这些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 和每年给区里上缴的利税收入。 身为市长, 陈兴心里清楚, 他其实也没办法, 去过分地苛责区里的干部, 这种现象太过于普遍。 这里之所以叫做小石瓶, 是因为这条河流的名字而来, 这河叫小石河, 小石瓶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曾瓶给陈兴详细解释着, 几人走着一段路, 已经绕到了造纸厂的侧后边, 工厂的排污口都在这里, 宛若水桶粗的排污管道直接往河里排污水。 陈兴看着曾瓶所说的小石河, 他不知道以前的小石河是什么样子, 但他现在所看的, 纯粹就是一条乌黑发臭的黑河, 河水都快赶上墨汁一样黑。 这里的村民说十几二十年前, 他们都还吃这条河的水, 夏天这周边村民没少到这里来游泳, 这几年是没人敢来了, 说是这水要是下去泡一下上来, 皮肤不烂掉才怪。 曾瓶道, 我看村民们说得不错, 这水别说是人下去会烂皮肤, 就算是动物下去都受不了, 我看这河里的鱼虾早就死绝了。 陈兴摇了摇头, 朝前望过去, 陈兴可以清楚地看到沿着小石河旁, 大大小小的企业林立。 村民们现在都是吃井水还是? 陈兴转头问着曾瓶。 没, 村民们现在连井水都不敢吃, 说是怕这污水把地下水质也给污染了, 现在家家户户都吃自来水。 曾瓶对小石瓶的情况很是了解, 娓娓道来, 这里因为聚集了一片企业, 经济发展还算不错, 是自来水公司早就把管道铺到这一块来了, 一吨水也不贵, 村民们宁愿吃自来水。 其实怎么说呢? 这周边的村民, 对这些企业算是又爱又恨, 因为这些企业, 周边的村民也有受益, 村里卖集体土地的钱, 村民都能汇集, 再加上企业招工, 不少村里的富裕劳动力都在这些工厂里打工, 工资收入还算可以, 村民们的生活过得还不错, 而且, 因为这些企业带来的流动人口和商机, 不少村民开小卖铺, 或者摆摊做生意, 都能赚点钱。 曾平说着顿了一下, 所以这周边几个村的村民, 一方面对这小食品企业带来的污染深恶痛绝, 但另一方面, 他们又跟这些企业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你说之前曾有村民们到市里闹过, 是什么原因? 陈兴皱着眉头。 总体原因还是污染, 当时有几户老人因为得了癌症死亡, 村民就认为是长期污染导致的, 要向企业索赔, 企业不答应, 村民们就聚集起来到市里闹了, 后来也就有报纸曝光了这里的污染, 市里就要求督办。 曾平说道,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是吗? 陈兴看着旁边的酒夜造纸厂, 那些竖起的大烟囱, 已经排放着浓浓的废气, 面无表情, 不知道在想什么。 后来是不了了之了, 报纸不可能一直追踪报道, 而且村民们说是很反感企业的污染吧, 但他们还真没那个决心和企业彻底闹翻脸。 曾平说道, 他对村民的那种心态再了解不过。 从你说的话里就能得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要整治小食品, 也不能采取一刀切。 要不然, 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我们是为了村民好, 指不定村民们最后还不见得会领情。 陈兴笑道, 随即又拧着眉头, 按说这些企业建成时都有建配套的环保设备, 难道所有企业的环保设备都不达标吗? 那倒也不是, 这不是有的企业看到其他家企业的环保设备不达标, 照样生产也没人来管。 有些明明是环保设备完全达标的企业也就跟着学, 停用环保设备。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吗? 能省钱又没人管, 企业干嘛不干? 曾平苦笑道, 你们环保部门就不管吗? 陈兴看着曾平, 市长, 我们倒是想管呢, 但是我们一来检查, 那些环保设备不达标的, 要么就装模作样地停业整顿, 要么就继续生产, 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而环保设备达标的, 人一来检查, 他们就开启环保设备, 人一走, 他们立马又关掉, 就跟我们玩猫抓老鼠的游戏, 我们根本拿它们没办法, 背景硬一点的。 有的, 直接把我们的工作人员往外面。 曾平无奈地笑笑, 陈兴和曾平, 包括秘书黄江华和司机李勇几人, 站在造纸厂侧后边的小石河边上, 指指点点时, 却是没注意到工厂里有人在楼上注意到了他们。 这时, 从造纸厂里走出七八个保安, 其中一人嘴上还骂骂咧咧地跟其余几人说道, 最近头儿交代下来说要防止一些记者过来偷拍厂里排污的情况, 但凡事碰到了, 尽管教训他们一顿, 让他们不敢再来折腾。 陈队, 那几人看着像记者吗? 没见到人家拿相机啊。 一个保安对着说话的男子道, 男子是厂里的保安队长之一。 哼哼, 老子刚才从后边的小楼里盯了他们一会了, 他们冲着咱们厂里指指点点的, 瞧咱们后边那么大一个排污馆, 指不定人家早拿着什么秘密相机拍下下来了, 现在连针孔摄像机都有, 你懂什么? 为首男子抽着烟, 哼哈着道, 再说, 这后边鸟不拉屎又发臭的地方, 你平常有谁会吃饱了, 撑着绕到这后面来吗? 陈队, 人家说记者可不好惹, 咱们真动手打。 废话, 你怕个球, 咱们厂里的大老板背井硬着呢? 咱们打几个记者算什么? 指不定老板还高兴呢? 他可是最烦记者了。 陈兴几人显然没有想到, 他们只是站着说话, 竟会祸从偏降。 几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 拎着锦棍, 远远走过来之后, 突然就喝骂了起来, 二话不说, 就拎着锦棍冲了过来, 见人就砸。 黄江华挨得最近, 一下子就挨了一棍子, 疼得直咧嘴, 曾平也没有想到会突然发生意外, 吓得眼珠子一瞪, 怒道, 你们干什么? 我们是市里的干部。 环市里的干部呢? 打的就是你们。 那叫陈队的男子叫嚣着。 曾平气得一佛升天二佛出窍, 他还都没弄明白, 眼前这到底是突然怎么着了。 这么嚣张的保安, 他也还是头一次见到, 顾不得别的, 曾平喊着陈市长赶紧跑, 生怕陈市长被打到, 他们四个人两手空空的, 可跟人家七八个拿着锦棍的保安没法打。 况且, 半老头子可是半点不懂得打架, 除了李勇是武警出身, 曾平琢磨着陈兴和黄江华跟他一样, 都只有挨打的份。 市长, 您没事吧? 曾平几人跑到了外面的大马路上, 造纸厂的保安才没有再追上来。 曾平这回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首先望向一旁的陈兴。 没事。 陈兴摆了白手, 他比曾平好些, 但这回也是喘着大气, 看向造纸厂的方向。 笑着对一旁的黄江华道, 黄秘书, 咱们好像还没这么狼狈过吧? 是没有, 从陈市长您到南州来担任市长, 好像还是头一次被人撵着打。 黄江华苦笑着摇头, 说着话, 摸着刚刚被打的肩膀, 呲着牙, 他今天算是最倒霉的一个, 第一个就挨了一棍子, 可怜他这个市长秘书 也是头一次被人打得落荒而逃。 没事吧? 陈兴知道, 刚才黄江华被打了一棍, 这回也是关切地问道。 没事, 一点皮外伤, 顶多就是欲轻了。 黄江华摇了摇头, 陈兴闻言, 微微点头。 曾平看着陈兴, 陈兴看似在笑, 但那笑容里, 更多的是冷意。 市长, 要不我喊警察过来? 曾平征循着陈兴的意思。 不用, 喊警察过来, 进去抓几个保安, 有意义吗? 陈兴神色淡然。 曾平一愣, 想了想也是, 和几个保安较真并没啥意义, 重点是, 透过现象看本质, 几个工厂的保安, 缘何就敢这么猖狂? 市长, 那咱们今天就这么走了。 曾平皱着眉头, 遥望着造纸厂的方向, 曾平毫不怀疑, 自己等人要是往前走去, 工厂的保安, 星号星号不离时, 又会追打出来。 市长, 您说这些保安, 会不会是认错人, 或者有啥误会? 要不然, 怎么无缘无故的, 就冲我们大打出手? 黄江华疑惑得道, 应该不可能是误会, 刚才我还喊了一声, 咱们是市里的干部, 你没听他们怎么回答吗? 说打的就是我们。 曾平摇头道, 也是。 黄江华无奈地笑笑, 曾平说得确实有道理。 几人说着话, 边上有一个摆摊的摊贩凑了上来, 刚才陈兴几人被造纸厂保安追打的一幕, 这路边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会, 那小贩凑上来, 打量着陈兴几人, 道, 你们几个是记者吧? 这位大哥怎么这么问? 陈兴转头看向说话的人,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 在旁边摆着一个水果摊。 嘿, 你们要不是记者, 人家工厂的保安干嘛追着你们打? 男子笑道, 前几天有记者要来拍这里企业的污染情况, 就被保安给撵走了, 我看你们八成也是记者。 陈兴几人听到男子的话后, 彼此对视了一眼, 面面相去, 好一会, 曾平才苦笑道, 合着咱们是被当成记者了。 那名摊贩看着陈兴几人, 没注意听肖远庆的话, 此时物字说着, 你们是哪家报纸的? 我看你们还是别白费功夫了, 这几年, 报道小时评企业污染得还少吗? 以前不是说, 还什么市委书记亲自度办整改呢? 诺, 整改出啥了? 人家企业该开工开工, 该赚钱赚钱, 一点都没耽误, 我们这里有句顺口溜, 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 正起配合好默契, 是那环保如放屁, 有人检查就停机, 前脚一走就放毒气, 这小时评的企业啊, 政府就拿没他们没办法, 不对, 也不能这样说, 应该说, 政府也舍不得真的整治他们, 人家每年不知道能给政府交多少税呢, 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陈兴听着摊贩的话, 没有说话, 面无表情, 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那名摊贩自顾自地说了一堆话后, 又道, 你们还是别来了, 这些企业, 拿他们没办法的, 你们记者小心挨了, 打都没出教区去, 人家有钱, 啥是摆不平呀, 小摊贩说着话, 最后摇头晃脑地走开, 曾平无奈地摇摇头, 看了一眼陈兴的神色, 迟疑了一下道, 市长, 回去还是, 刚来就回去, 今天岂不是又白跑一趟, 陈兴摆摆手, 沉默片刻, 转头看着曾平, 曾主任, 你给全南区的干部打电话, 就说我们在这等着他们, 你也别说, 咱们今天是来干嘛的, 曾平愣了一下, 随即脸上有些喜色, 立刻拿出手机, 给全南区区长林三明打了过去, 市长, 打了, 林区长, 说他马上过来, 曾平打完电话, 瞅了陈兴一眼, 他知道, 陈兴将全南区的领导给叫过来, 那就说明, 今天要直接把问题摆上台面解决, 曾平无疑很乐意看到这个结果, 特别是这酒夜造纸厂, 狗娘养的, 曾平还惦记着被那老板指着鼻子骂的场景, 谁说老人家不会记仇的, 这时, 他就一直在心里记着, 几人在原地等着, 从区里到小石瓶也有段距离, 陈兴几人等了二十分钟左右后, 全南区区长林三明才和常务副区长方红平 以及办公室几个工作人员赶了过来, 因为曾平电话里没说什么事, 林三明在弄不清情况之下, 也没带太多的人, 陈市长, 到了小石瓶, 林三明问清陈兴等人具体在哪后, 对这里不算陌生的林三明很快就找了过来, 酒夜造纸厂就在附近, 林三明来视察过两次, 这里他还算熟悉, 看到陈兴,林三明和方红平等人立刻下车赢了上来, 嗯, 陈兴点了点头, 看了林三明和方红平一眼, 道, 今天没提前通知, 突然让你们过来, 是要到这小石瓶里走走看看, 你们区里的干部, 对这里熟悉, 今天就由你们来当向导, 林三明和方红平两人一听陈兴的话, 心里灯时就咯灯一下, 两人交换了个眼神, 隐隐有不祥的预感, 市长, 您是要参观这里的企业还是? 林三明小心问了一句, 脑袋里想着, 这小石瓶里有哪家企业是环保合格的, 想了一圈, 林三明端得是苦笑不已, 他还真不敢把陈兴随便往哪家企业带, 即便有些企业环保设备是合格的, 为了节省成本, 这会恐怕正关了环保设备, 随便地往边上的小石盒拍着污水, 难不成还有别的可以参观? 陈兴笑着看着林三明, 我, 我以为市长您是来视察这里的农村, 林三明干笑了一声, 说出来的话连他自己都不信, 我看前面那家造纸厂的规模就不小, 刚才我和曾主任到边上转了转, 咱们现在进场区参观一下, 陈兴笑道, 市长, 那我先打让人电话通知厂里的领导, 让他们出来迎接, 林三明一听, 赶紧道, 不用了, 我们直接过去就是, 咱们这些干部都该转变思想作风, 不要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老喜欢摆架子, 到哪都要人家出来列队迎接, 这种观念要转变, 陈兴淡然道, 是是, 陈市长您说得极是, 林三明笑着点头附和, 脸色却是有些尴尬, 也没敢再让人打电话, 他这让人打电话的另一层意思, 无非是想间接地提醒工厂, 领导要来, 赶紧把环保设备开起来, 林三明不知道, 陈兴是察觉出了什么, 还是没有多想, 听陈兴嘴上训绵的话, 林三明也有些琢磨不透陈兴, 离前面的造纸场, 还有一两百米距离, 陈兴几人刚才可是着实被追出了不远, 这会林三明以为要坐车过去, 却没想陈兴提议直接走过去, 林三明脸皮抽了抽, 还想着干脆等下在车上的时候, 再让人打个电话通知造纸场, 现在陈兴确实要求走路, 这下是真的想通知都没机会了, 一行人往造纸场走去, 到了造纸场门口, 正要往里走时, 厂里的保安走了出来, 本是要问陈兴一行人是来干什么的, 因为厂里禁止外人随便进出, 乍一看到陈兴, 那名走出来的保安两眼一瞪, 骂了一声操, 指着陈兴等人, 刚才没想真揍你们, 只是给你们一点点教训, 你们倒带了人找上门来了, 那名保安说着话就撒腿往里跑, 看陈兴一行, 现在兴好兴好个人, 他一个人可不敢成能, 准备喊救兵过来, 门口保安室还有两个保安, 这会一人跑进厂里喊其他人, 市长, 怎, 怎么回事? 林三明眨着眼睛, 脑袋有些转不过弯来, 我也想看看是怎么回事, 陈兴神色漠然, 两人说着话, 一辆奔驰车S600在门口停了下来, 刚外出回来的造纸厂老板长万金, 眼尖看到了林三明, 立刻就让司机停了车, 满脸笑容地走下车, 林区长, 今天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要到我们厂里来视察, 怎么没提前打个电话, 我好坐迎接吗? 长万金刚说完, 看到一旁的陈兴, 眼睛眨了眨, 他这大老板可不是一点眼力都没有, 以前还获得过市里的优秀企业家称号, 平常多少有些机会和市领导接触, 这会几乎是认出了陈兴, 只不过不太确定, 陈, 陈市长, 长万金话音刚落, 就见厂里的保安冲了出来, 还有几个工人, 那跟他不知道隔了多少层, 有点亲戚关系的保安队长陈吴海, 看到他就走上来道, 长总, 您回来了, 这几个星号星号星号记者刚才在后边偷拍, 这会又带人找上门来了, 我正要带兄弟们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看到陈吴海指着陈兴等人时, 长万金脸都快绿了, 恨不得一大脚鸭子朝陈吴海踹过去, 你们几个还敢带帮手过来, 想跟我们比人多不适, 也不看看, 陈吴海叫嚣着, 想着好好在长万金这个老总面前好好表现一下, 话说完, 却是被长万金一眼瞪了过来, 这是市里和区里的领导, 你瞎嚷嚷什么? 长万金瞪着陈吴海, 这会将对方吃了的心都有了, 要不是陈兴等领导在这里, 他都忍不住要动手打人了, 林三明等区里的人站在一旁, 此刻同样是脸色难看, 林三明在短暂地发愣后, 更是隐隐明白了过来, 难怪陈兴要直接来这造职场, 合着刚才已经发生了点事, 看着眼前这些不知轻重的保安, 林三明额头微微有些冷汗, 小心地瞥了陈兴一眼, 听这些保安的话, 貌似刚才这些保安还冲撞了陈兴等人, 常总,他,他们是记者呀, 刚才在厂里后边鬼鬼祟祟的, 陈吴海傻愣愣地道, 你再说, 常万金指着陈吴海, 气得眉眼直跳, 赶紧给我滚, 常万金教训完了厂里的保安, 转头看着陈兴, 脸上生硬地挤出的一丝笑容, 陈市长, 这些保安他们不认识您, 也不懂规矩, 要是对您有所冒犯, 我向您道歉 算了 陈兴摆着手, 他犯不着和一些小保安计较, 嘴上说着话, 陈兴已经抬脚往里走去, 今天我们就是来参观你们造纸场的, 你既然是厂里的老总, 那就顺便给我们当向导, 常万金脸色脸色一棱, 偷偷看了一旁的区长林三明一眼, 见对方眼观鼻鼻关心, 没有看他, 常万金心里咯噔一下, 这回他就算是在傻, 也知道, 今天陈兴这个大市长突然大驾光临, 是来者不善, 陈市长, 林区长, 你们大佬远过来, 要不您几位先到我办公室里坐坐, 喝杯茶, 休息一下, 常万金肝笑道, 喝茶就不必了, 我们是下来调研考察, 不是下来喝茶, 陈兴淡然道, 常万金神色性性, 陈兴已经往里走, 他只好赶紧跟上, 不时地转头往林三明的方向看着, 常万金心里想着, 林三明作为区长, 是不是会偏向常理, 毕竟他这个厂每年, 可是能给区里上缴近两千万的利水, 再加上平时也没少孝敬区里的相关领导, 区里对造纸厂也一向是睁之眼闭之眼, 常万金心里, 还惦记着林三明在关键时刻能不能说句话, 却不知道林三明此刻在心里对他直骂娘, 压得, 姓长的, 你这时候一直看我干嘛, 陈兴直接走向生产车间, 常万金想阻止也来不及, 他也知道自己没法阻止, 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进去, 一行人在车间参观, 陈兴在直接排向外面小石河的排水管停下, 指着那些未经处理的污水道, 这些生产之后的废水, 为什么没经过处理, 就直接排掉? 还有, 你们排放的废气, 达到排污标准吗? 陈市长, 可能今天是工人疏忽了, 没有把环保设备开起来, 我这就把负责人叫过来训一顿。 常万金不自然地笑道, 这时候有啥责任, 自然是往下面人头上推。 陈兴冷笑了一下, 盯着常万金看了片刻, 他没那个闲功夫看常万金演戏, 没常万金这个老板点头, 下面的管理人员赶乱来, 你们的环保设备达标吗? 陈兴突然问了一句, 这, 这个, 常万金想说达标, 可是看到陈兴身旁的曾平时, 嘴上的话立即又吐了回去, 吞吞吐吐地答不出来, 他还不知道, 曾平已经从环保局局长调任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以为曾平还是市环保局局长, 这个这场里是什么情况? 曾平可是都一清二楚的, 常万金端的事不敢乱说, 生怕被曾平当场戳穿下不来台。 陈兴看到常万金的表情, 不用想也知道, 这家造纸厂的环保设备, 就从来没整改过。 曾平之前说他带人来检查是一两年前的事, 很显然, 这一两年俩还是老样子。 林区长, 我们到其他工厂走走。 陈兴看向林三明道, 好好。 林三明忙不迭地点头, 他现在可是不敢随便出声, 陈兴今天这来的目的太明显了, 显然是冲着小时评这些企业来的。 联想到之前市政府发文要求各区各县, 是县期整改辖区内超标污染企业。 林三明再傻也知道, 陈兴今天是有备而来, 之前对市里下发的文件, 区里就没怎么重视。 真正有污染的企业多了, 真要整改, 哪能整改得过来。 再者, 洞真格的话, 损失的也是区里。 一行人从造纸厂出来, 造纸厂老板长万金一直送到门口, 直至陈兴一行离去, 脸色才阴沉了下来, 嘴上咒骂了一句, 妈的, 不会是那姓曾的, 想要整我吧。 长万金不可能不记得以前他指着曾平鼻子, 骂的情形, 当时他还真没把一个区区的环保局局长放在眼里, 那时候他和常务副市长李浩成都能说上话, 一个环保局局长算个屁, 但现在李浩成倒台了, 他在市里还真没太硬的关系, 不过区里面, 他是方方面面都打点到位了, 也不怕查, 今天陈兴堂堂一个大市长突然来他这造纸厂, 曾平又跟着, 常万金可不认为是陈兴自个来的。 常, 常总, 刚才那几人真是是领导。 陈武海这时候捏手捏脚地走了上来, 他和常万金是七拐八拐的能摊上一点亲戚关系, 但隔了好几层, 所以也不算很亲近, 但能当上保安队长, 多少也靠了那样一层八杆子快打不着的关系。 那是市里的陈市长, 瞎了你的狗眼, 刚才你嚷嚷什么? 常万金转头看到陈武海, 本来就不爽的心情, 一下就爆发出来。 常总, 完了完了, 我以为他们是记者, 刚才我还带了几个兄弟追着他们打, 他们其中一个还挨了一棍。 陈武海一听, 也顾不得被骂, 一五一时地说了出来, 那有点有黑的面旁都快泛出青白色了。 你说什么? 常万金心头一跳, 差点也没被陈武海的话给吓出心脏病来了, 打到谁了? 就打到那个年轻点的那个。 陈武海小声道, 你妈的, 叫你们平常把狗眼睁亮点, 你还给我惹出事来。 常万金气的一巴掌扇了过去, 想把老子害死吗? 常总, 您不是说要是看到有记者过来, 尽管撵走吗? 我这不是看他们鬼鬼祟祟的, 以为是记者吗? 陈武海捂着被打的头, 很是委屈地说着, 再说看老子不踹死你。 常万金大怒, 虽然刚才陈武海等人打到的不是陈兴, 但一个大市长和身边的人被几个保安追着打, 常万金也知道这次麻烦是不小了, 陈兴不见得会跟几个小保安计较, 但他这工厂, 指不定要成为重点整治的对象了。 常万金指着几个保安破口大骂, 而陈兴一行, 也再次走访了其他工厂, 接连去参观了几家工厂, 无一例外跟造纸厂是一样的情况, 就没一家的环保设备是正常运转的。 快到十二点, 陈兴从一家塑料袋厂走了出来, 连续参观了两个小时, 而且都是走路。 陈兴都走得有点脚发软, 从当了官以后, 也不知道有多久没这么走过了。 市长, 时间不早了, 要不先回去里吃午饭? 林三明跟在陈兴身旁, 刚才两个小时连续参观了几家工厂。 林三明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沉默, 除了陈兴问话, 他才回答一句, 否则都没吭声。 对于今天看到的情况, 林三明并不意外, 甚至是心知肚明, 但陈兴看到了就是另外一回事。 林三明没什么话好解释, 也不知道要解释什么, 明智的选择就是尖默。 林区长, 方副区长, 今天我们虽然只走了几家, 但这小时平前前后后的几十家企业, 我想情况都差不多吧。 陈兴看向林三明和方红平, 方红平已经四十多岁了, 是全市几个区当中, 唯一一个女性的常务副区长。 可能吧? 林三明尴尬地回答道, 我想这些情况你们区里不可能不清楚。 陈兴看着林三明和方红平, 今天我下来, 搞了个突然袭击, 也不是要故意找你们区里的麻烦, 你们区里可能有你们区里的苦衷, 我能理解。 之前市里下发的文件, 我不知道你们认真执行了没有, 小时平的情况, 我只能说很失望。 林三明和方红平沉默着, 两人不知道说什么, 我也不说什么批评的话了, 我就提三点要求, 第一, 限期整改, 我不比你们一下子让所有企业都整改, 我给你们一个时间期限, 一个月, 让你们有个缓冲期, 第二, 企业整改了, 但是不是走过场, 这个问题就落到你们区里头上, 我希望你们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 回头我还会再过来。 第三, 但凡是不整改不配合的企业, 哪怕是这家企业规模再大, 每年贡献的利税再多, 都要坚决予以处罚, 该关停就关停, 绝不手软。 午饭就不在区里吃了, 我们直接回市里, 下一次过来, 我希望能在区里吃顿高兴饭。 陈兴说着, 最后看了林三明和方红平一眼, 带着增评几人离去, 留下林三明和方红平等区里的人在原地发愣。 飞往京城的航班, 陈兴手头在翻阅着南州市申请地铁项目的资料, 这是最新完善的资料。 最近每一次回京城, 陈兴也都要顺便办办这事, 之前的申请资料已经交上去几个月。 陈兴并不指望这个地铁项目能短时间内批下来, 但时不时地去跑动一下无疑是需要的。 要是申请资料交了就不闻不问, 那恐怕就更没希望批下来了。 那位王维、林司长调走了, 现在咱们要办事还真是多了许多不便。 陈兴转头同一旁的常务副市长邵华东说着, 邵华东要到京城参加一个会议, 两人正好结伴而行。 这地铁项目我看没个一两年批不下来。 邵华东摇头笑道, 要是能一两年批下来的话, 咱们也该感到庆幸了。 陈兴笑了笑, 抬手看着时间, 再过半个多小时, 也差不多该到京城了。 想到那大舅子张明还在南州, 乐不思蜀, 本来是要和他一起返回京城, 最后又临时变卦。 陈兴心里嘀咕着那李小莹的魅力也不是一般的大, 能让张明着迷。 飞机上, 同邵华东不时地聊着, 时间也过得很快, 到达京城的时候, 还不到十二点。 两人都上南州住京办过来接机的车子, 邵华东中午直接在住京办吃饭顺便午休, 陈兴则是静职回家。 妻子张宁宁才刚坐完月子没多久, 母亲邹芳从单位请了一两个月的试驾, 专门在京城照顾媳妇, 因为陈兴的身份, 海城市林业局对母亲请假的事倒是批得很快。 那林业局局长邓芳还让邹芳一定要记得将他的问候带到, 向陈兴问好。 陈兴想着过两天要去江都参加增进丈夫讲义的葬礼, 到时候也该再回海城看一看。 他这一年到头, 基本上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回去一趟, 机会并不多。 陈兴,看到了没有, 这小家伙可是越来越像你了。 陈兴一回来, 邹芳抱着孙子正在换尿布, 看到儿子回来, 满脸笑容。